五月十七日到今天 感到國民黨和民眾黨的領域非常疲愛 我希望三十幾年來民主的法庭 民主是要請法不是來替法 我們對國會擴權 在同過的我們十五條 我們秒釋國會可以處罰官員 在四十七條到四十八條 你把委員可以跟政府機關部隊、法人團體、社會上有關係的人調查資料不得拒絕 否則要遭受到行政來採訪 那簡單說 如果每一個社區、每一個社團 如果沒有提供資料 他就要受到我們行政的出販 我相信這是相當不對 我們對黑箱作業 我相信立法院要經過審查 沒有討論就是沒有民主 國民黨習慣 多數的暴力取代程序的正義 就像我們去年 2023年 宜蘭管理會 國民黨議會 強行暴力 包裹式的表決通過 宜蘭縣政府總預算一樣 所以不然在地方 中央也是一樣的作法 跟歐盤、歐盤 我相信不合理會的法案 應該是要受到我們 所謂中華民國人民的制裁 好 好